8月16日至20日,第七届中国南亚博览会在云南昆明举行。 今年也是南博会举行十周年。 在每年的南博会上,都少不了外国青少年的身影。 他们来自泰国、尼泊尔、斯里兰卡等不同的国家。 有的作为外国客山的中文翻译,为客山和游客的沟通架起桥帘。 有的则是专门到南博会上,体验各国各地的特色风情。 在伊朗展台,一个小小的身影熟练地穿梭在各个商铺之间。 用流利的中文和客人沟通,卖出一件又一件伊朗特色商品。 他叫阿里,今年10岁,和一家人生活在北京。 这个暑假,他跟随父母来到南博会,帮着父母推广伊朗特产。 就是让我爸爸,我妈妈来这里卖出去这些裁品。 卖伊朗的手工物品啊,伊朗的栋花啊,伊朗的玫瑰水啊,伊朗的地毯呀,挂它呀。 因为我妈妈,我爸爸都不会中文,他就帮我从小学中文。 我还要在中国,高中,初中都要学习。 来自斯里兰卡的留学生马诺,目前就读于云南民族大学。 在本次南博会上,他被斯里兰卡政府聘请到斯里兰卡国家馆工作, 负责向市民游客推荐斯里兰卡的特色产品。 很荣幸参加这个2023年这个南博会,然后我感受到了这个南博会大家的热闹。 所以这个,我因为是我代表斯里兰卡嘛,这个是很大的机会, 这个斯里兰卡和云南的这些双边贸易啊,文化交流啊。 在为期五天的第七届南博会上,来自85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的代表嘉宾, 以及线上线下超3万家产山将围绕团结协作共盟发展的主题餐会参长。 南博会已成为中国与南亚、东南亚国家开展多边外交、经贸合作、人文交流的重要平台。 商务部提供的数据显示,从首届南博会举办时的2013年, 中国和南亚国家贸易总额不足千亿美元,到2022年, 这一数字已达到1974亿美元,年均增长率达8.3%。 很多外国青年都在南博会上感受到了不同国家间经济文化的交流和碰撞。 我感觉他们举办的很大的各个国家来展示他们的自己国家的产品, 也可以看到他们的文化,所以我觉得我能感受到文化交流的。 这次参加南博会,中国主持得非常精彩, 然后我觉得我来这里有很多机会, 就是能获得很多机会。 第一个重要的机会就是能够探索南亚、中南亚和全世界的生意, 然后能看到全世界的产品, 然后我在未来可以有机会跟中国做生意和别的国家做生意。